又到了罗宾车谈的时候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呢 法国大赛的前三名 以及车手跟车队的积分情况 好咱们就来看一下 法国大赛的前三名 Restephan一小时27分25.77 拿下分战的冠军 而落后他2.904的 则是Hamilton Perez则是拿下的第三名 车队积分方面 目前Rebel是215分 领先Mercedes的178分 车队积分在第三的 是McClaren 他们有110分的积分 好来看一下呢 车手积分方面的话呢 现在领先的是 Max Verstappen 131分 而Louis Hamilton是119分 Sergio Perez则是84分 去第三 接下来又到了 Pekalo Taiwan所热情赞助的 最佳车手跟苦瓜奖 法国这一场的比赛呢 真的是啊 又是跟上一战一样 你知道吗 到了最后关头 实际上无独有偶 都是在这最后两圈呢 有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 而且主角呢 都是一样的 又是呢 这个 Vestappen跟Hamilton 好 不过首先Kiki 你觉得呢 这场比赛里面 表现最好的是谁 其实这一战 很多人的确都还是表现得很好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后段班的同学们 他们也慢慢的跑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稳定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 最明显的最佳车手 不是最佳车手 最佳团体奖 这一次我要颁给一个团体 OK 好 是谁 McLaren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两位车手 他在这个赛季 这几场比赛 他们每一战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稳定 而且很显然的 他们的车子的这个状况 也非常的好 OK 那不光是在这个车手的表现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McLaren他们的作战策略 也都做得非常的好 包括了他们在进战的时候 Everything runs smoothly Smooth like butter 对啊 所以你知道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整个团队 非常的契合 尤其是就是一直稳定的 然后他们都拿到分数 这样子 所以一支 以前你想想看 才没有多久以前 他们被骂到臭头 然后现在 真的是 在去年开始 然后在今年 表现的 那真的是 远然是已经进入到了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以说是 取代了红军 在这个前三名的集团里 因为他们在现在的状态是 They are competitive 对 好 那既然Kiki选了这个团体奖 对不对啊 最佳团体就是McLaren 那这一次的话呢 就我来宣布这个苦瓜好了 那我觉得呢 这一次的苦瓜呢 其实也是团体奖 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 大概是颁给谁了 因为这在赛后总结的时候 我都已经讲过了 我不知道呢 Mercedes AMG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状况 但实际上呢 我之前也就说 还是轮胎 你轮胎 假使呢 AMG他们没有办法呢 能够找出怎么样的呢 让轮胎的温度 能够起来 因为你可以听得到呢 他们 而且看得出来 他们一直就是受到这种 轮胎的这个工作温度呢 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办法上来 然后之后的话呢 衰退的又太快了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 而且其实很多人在网上 这一周在讲说 因为这个Mercedes 他们换两位车手 要换车架 可是其实很多人在纠结这个问题 可是最终最终 没有错 因为其实车架 它本身的话呢 这个基本上啊 假使他们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配套的话呢 能够把它调校到 很好的话呢 那个真的是问题 不是很大 因为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这样子 因为最终嘛 你那么好 花那么多的钱 有那么大的马力 还有那么好的 suspension 悬挂 捏都很好 可是你家是不能把它调好的话 你所有的这个空力套件那些 你不能调出来 那其实都是枉然的 因为最终还是靠 那四条轮胎去跑 因为其实我们在 这个自由练习的时候 都听到 BOTUS他认为 这次他的车子的感觉 非常的好 可是其实他本来 平常就对车子的这个适应度 还有操控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他换 跟这个Hamilton换车架 表现得好 我也不会觉得太讶异 可是最终我们看到 他在比赛中 他在抱怨的 不是车架 他在抱怨的是 我们的作战策略是错的 你们没有听 我们车手讲说 这应该是一个 two stop的一场比赛 最重要的就是这样子 大家也在画面上面看到了 他很少爆出口的 那这他居然会在 Team Radio里面就讲 然后他真的 可以算是公然的 就是批评了 这个比赛策略 那其实这个也就是 其实赛后的话 这个在场边 接受访问的时候 Total Wolf 他也是用很委婉的承认 他自己是错的 就像我在这个赛后总结的时候 我也讲 他错误的是有哪些 第一个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 这个 Stefan 他其实在第一圈 第一个 T1的时候 他就已经失误了 然后把这个领先的位置 就是 让给Hamilton 但是最终 他还是能够杀得回来 就是原因是什么 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一个进战的时候 他们Undercut成功了 原来可能Total Wolf 可能认为他们的这个差距 可能就算他们用Undercut 他们认为会有优势 但是没有想到人家是 操作的非常的好 而且重点是 当你在觉得说 可能他们的Undercut不会成功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 你的车手的轮胎的衰退 对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这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你很难想象 这个Total Wolf 他很少 我不知道他这一阵子 是怎么搞的 知道吗 但我真的觉得 这不太像是 Bersadie's AMG 然后他们会犯下的错 And also其实 Red Bull不是这个 这次的唯一 用Undercut的一支车队 所以很显然的 这场比赛 就不应该是一个One Stop 对 尤其是这个Power Car 这边是那么高速的赛道 又是那么风 The wind is so big here 它的一些风速那些 都会影响的 所以真的就是 你用这个One Stop的时候 而且还有一点 我也觉得太僵化了 当你在那边 你发现 你苗头不对的时候 你家觉得 这个策略要改变的时候 其实就 所以我就说 这次非常的不 这个Total War之中 所以我想 我要改变一下主题 我本来想说 把这个苦瓜 整个班底 因为这一次我觉得 真的 它没有关系 你真的 我们看他们 活生生的 就这样子 被戳掉了 错误的策略 是非常恐怖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 苦瓜奖 那Robin就 搬给Total Wolf OK 所以Kiki再宣布一次 最佳车手 Team McLaren OK 好 那最苦瓜的 就是搬给Total Wolf Keya的Safari Rally 因为资金的问题 从WRC赛季里消失了18年 原本在去年 原本在去年 要回归WRC赛程的 结果因为COVID-19 被取消了 今年2021年Safari Rally 终于回来了 我们再看一下呢 这一次的Kiki's Drive Thru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Kiki's Drive Thru OK 所以刚过的这个周末呢 在赛车的世界里 实在是太忙了 因为呢 LITERALLY All over the world都有赛事 OK 那TRADITIONALLY呢 6月的第三个周末呢 通常都是LAMAN 24奶 可是呢 今年LAMAN 24小时呢 被延期到了8月份 所以呢 这一次 在这个周末 看到那么多不同的赛事 其实是非常特别的 尤其是呢 大部分的时间 大的赛事 都不会跟LAMAN 24奶油撞齐的 OK 所以呢 这一次这个周末 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而且我刚刚说的 全球都有赛事 是真的全球 OK 日本的SUGO 有Super Formula 然后荷兰的SANFORD 有这个GT World Challenge EUROPE 再来波兰 还有Rally Poland And then 当然还有 FORMULA E 去到了墨西哥 还有FORMULA 1 DTM 跟MOTO GT 所以呢 这个周末 真的是 非常的忙 相信 这个周末 大家在家 都在追剧 可是我在干嘛呢 我整个周末 从白天 到凌晨 都在追赛事 所以真的是 非常的eventful的一个weekend 这一次的F1法国大赛 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在那最后几圈 我们看到Max Versteffen 他在倒数第二圈呢 把Lewis Hamilton操掉了 拿下分战冠军 可是 我们今天在Kiki's Drive Thru 就不多谈F1了 因为呢 你们要记得看 我跟爸爸的F1 最佳车手跟苦瓜奖 OK So moving on 当然就是DTM DTM来到了Monza 是他们的揭幕战 也就是他们第一跟第二回合的比赛 Race 1 我们看到19岁的车手呢 Liam Lawson 拿下他的第一个DTM分散冠军 他也成为了DTM最年轻的冠军 Race 2呢 我们就看到25岁的Kelvin Vanderlin 在他生日的当天 拿下他第一个DTM的胜利 这真的是非常赞的一个生日礼物哦 再来看看F1方面 这一次呢 第八回合的比赛结束后呢 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争议 从刚位起跑的Pascal Verlein呢 他一路领先到底 而且冲线的时候 他跟后方的Lucas Degrassi 距离有3.6秒 冲线没多久后 他就被告知 他的成绩被取消了 他竟然被看法技术违规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跟车队真的是非常的傻眼 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且呢 连他的队友Andre Lauterer 的成绩也被取消了 后来 FIA他们公布的原因是因为呢 Porsche车队 他们没有对大会申报 他们的使用胎 那时候Pascal Verlein 在Team Radio里就很生气 就说怎么可能 谁会不申报这个轮胎呢 而且车队确实知道 他们有申报 而且明明就是用 跟这个排位赛同一套胎 OK 趁这个机会 让大家科普一下 Technical Passport 技术护照 每一部赛车 他们都有Technical Passport 车上使用的所有零件 包括了轮胎 都很详细地记录在上面 什么时候 换了什么东西 旧的零件号跟新的零件号都有 当大赛的车检组来查验的时候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有的记录 Tire Declaration 轮胎申报 每一个赛事都有不同的轮胎规则 但有一项是所有赛事都一样的 就是你轮胎怎么分配必须要登记 每次赛车上场 不管是练习排位还是正赛 你都得通报你要用哪一套胎去跑 每套胎都有barcode条码编号 这个编号在下场前 一定要报车回来后 Technical Steward会检查 确认是同一套胎 Porsche调查之后发现 因为Formula E的这个Technical Passport系统 最近有更新 所以虽然他们有把该输入的这些资料 上传上去 可是因为他们这一次 少按了一个Race纽 可是这就表示 你没有正确的在系统上 申报这套胎确实是要比赛用的 那现在呢Porsche已经上诉了 因为他们认为虽然车队输入有误 可是这并没有直接影响到 这套胎实际上在赛道上的这个表现 所以呢他们认为 这一次的这个判罚实在是太重了 不过同样的事情 也发生在Nissan上 那他们的两位车手的成绩 也都被取消了 可是他们就没有要上诉了 后来Pascal Verlein 他在第九回合的比赛的时候呢 拿下了第二名 在比赛结束三个小时后被通知 他被判罚五秒 为什么呢 因为 improper use of fan booths 他在不对的时机开启了fan booths 所以呢这下子他的名次就掉到P4了 所以这一站的Puebla E-Prix真的对Pascal Verlein来讲 真的是非常的苦瓜 去年因为COVID-19而被取消的MOTO GP德国站 今年回来了 仍然还是在Saxon Ring 而且这一次的比赛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让人兴奋 因为呢 Mark Marcus再度的证明 他这个King of the Ring 不是被叫假的 2020第一场比赛 西班牙大赛中 Mark Marcus在第三位 而且比赛只剩下四圈 突然很大的一个high side 把他给喷出去了 导致他右手臂断掉 这个时候呢 他的2020赛季就这样子没了 他整年就是开刀跟修复养伤 光去年他就开了三次刀 而且今年赛季开始的时候 他其实跑得不顺 前三战的比赛 其实他都是退赛的 可是这一次 来到了Saxon Ring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到他从第五位起跑 到了T1的时候 他就已经杀到第二了 而且第一圈都还没有跑完 他就已经抢到领先的位置 之后他就一路领先到底了 最终我们就看到他 拿到他连续第十一个 在Saxon Ring的分战冠军 其实从我自己多次在比赛中受伤的经验来说 我可以完全了解他这个心情 因为整个这个修复的时间是非常漫长 而且非常艰难的 因为不光是你的physical 你的mental health也是要照顾到的 你在做复健的时候 你可能physically真的很痛 然后同时你的这个身心方面 你一定会被打击的 然后之后身体好了 可是你永远不会100% 然后回到赛道上 你的心理建设 你可能一下子没办法 像你以前那样子的成绩 所以这都是需要时间去修复的 所以这一次看到这个六次的世界冠军 King of the Ring 在这边在他喜欢的赛道上 再度的拿下分战冠军 真的是替他非常的开心 OK 那这一次的Kiki's Drive Thru 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希望大家期待下一集的Kiki's Drive Thru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大队人马在不到一周呢 他们就要来到了奥斯利亚奥地利 那这一条赛道的话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具有离世力 因为他在1970年的时候呢 就已经建造完成其用了 那当然这边也是呢 红牛的主场了 这条赛道一个特性是什么 它就是它弯道非常少 它只有10个弯 然后基本上呢 都是这个高速弯 所以车的尾段的话呢 也就是它的尾数是非常重要 而且还有一点哦 因为这边的话很多时候 都是要非常的磁杀 所以呢 变质怎么样呢 加速到了直到尾的时候 要重杀 那因为呢 有这个Camber的一个变化 你在抓这个整个的Apex 要非常的精准 出关的时候呢 你又要再加速的时候呢 这个前段是个扭力啊 你要怎么样呢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前段扭力 然后呢 又有一个尾数 这个中间的一个拿捏的话 就要看车对他们 怎么样去调教这个车 好 所以来到这边的话呢 很重要的就是车 大的马力 要怎么样能够发挥出来 特别是车手本身 它驾驶要非常的精准 还有 还是那句话 轮胎要怎么样的发挥出来 又能够呢 保持它轮胎的状况 这是胜利的一个关键 节目看到这里 不要忘了 有什么疑难杂症的话呢 欢迎你来发问 咱们下一次罗宾车谈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